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这是进口大众涂瑞 涂瑞诞生已经20年了 在这20周年之际 涂瑞也推出了他们的20周年特别版 其实涂瑞单代车型里面 它一直都扮演着大众系产品里面 最顶尖 最骄傲 最旗舰的角色 虽然它挂着大众标 但是采用的MLB EVO平台 同平台之下有大家非常熟悉的Q7 保时捷卡页 还有兰博基尼 URUS 能跟这些车同平台也代表着 它顶尖的产品实力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一台第三代的涂瑞 究竟有什么能吸引人的地方呢 回顾涂瑞的20年 其实第一代涂瑞看着比较圆润 第三代的涂瑞相比于之前的两代 显得更加精壮了一点 多了很多的肌肉线条 好像变得更加年轻 更加适合35岁左右 年轻有为的消费群体 阿赖的版本 熏黑的前格衫 再加上熏黑的轮毂 整个黑化的造型 使得它的攻击性也变得更加强了 低调沉稳的性格之下 这台车还是有一个炙热的心脏的 开起来到底怎么样呢 OK 就像上学一样 我们先讲理论 然后再实践 涂瑞有3.0T还有2.0T的版本 3.0T EA839 匹配了一个柴埔8AT的变速箱 最大马力340匹 最大扭矩450牛米 百公里加速5.9秒 若是2.0T EA888的版本 一样也是柴埔8AT的变速箱 最大马力245匹 最大扭矩370牛米 百公里加速6.8秒 就这么一看 它的账面数据实力还是不错的 另外全系标配空气悬挂 可以有148毫米到258毫米的高度可调 再者有后轮转向 它的后轮转向最多是5度左右的一个转向幅度 小于37公里每小时 是一个同向的转弯 可以把它的转弯半径缩小到11.19米 转弯半径更小 大于37公里每小时 它会是一个同向的转弯 所以我做一些变现的动作的时候 它会更加灵活 同时这台车是有一个托森式机械的中叉的 它的前后分配的逻辑 就是在常规的驾驶情况下 前10%后90% 极限状态下可以给到前轴70% 或者后轴80%的扭矩分配 整体来说 机械式的会比电控式的要更加稳定可靠 并且反应更加快 那么讲完了理论 我们来结合实际 爽一爽 动力方面 3.0 它这个储备是很深的 但是初步的这个脚感反应 其实是会略慢一点点 因为可能到了这个级别或者这个价位的豪华取向的车型 更多的会以舒适作为基础去达到这种动力水准的调教 整个浑厚的线性的这种反应偏慢的感觉 其实是对于整个乘坐的感受是很好的 只不过可能对于驾驶者想要了一步到位的这种驾驶机型会慢了个半拍 当然在我们平常的驾驶情况下 可能多数都是一个舒适模式 然后就巡塔 总会有一种情况 就是遇到一些马路三大妈堵在那里 比如说前面有一个移动路障 没错 又是悬疑 不能忍 80公里每小时 一脚下去 超车 也算是一气呵成 但是啊 就这个反应 大家可以刚才看到我那个头的动作 需要有个1.5到2秒之间的延迟 基本上是算快的 但是可以感受得到就是这一台车对于可能我们去买这个价位 有这样子的经济实力的人 他会有一丝的思考 你是不是真的要做这么暴躁的事情 但是啊 毕竟这些东西永远都是有一个S档或者是运动模式可以去操作的 当你挂下S档或者是运动模式的时候 它会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转的状态 踩下油门的时候 它会很快的作动 给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加速的反馈 另外因为是空气悬挂 所以当你切换到不同的模式的时候 它也会有相应的软硬调节 可以给到我们更好的一些支撑力 所以即便这是一台很豪华很旗舰的SUV 而且呢 它的越野能力跟舒适度很强 在运动方面一样 当你想要的时候 还是可以有这种比较爽快的感觉 只不过本身是一台非常重的车 我们要求它有那种很极限的过弯能力 想着它或者怎么样的过 略为不太现实 在整个MLB EVO平台 它的体型都是相对比较金状类型的 它不像Q7可能会预备了七座的版本 然后整体的车长会变得更长 这台车的比例感是刚刚好的 而且呢它们就控死了是一个五座的版本 这台车其实最引以为傲的 还是它的越野能力 接近脚离去脚其实都是恰到好处的 可以更方便我们去做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越野 越野过程中呢 其实是更需要整个人的一个精神状态更加集中去避坑避险 或者说去保证你对油门还有方向盘的反应 其实很好的一点就是一直以来 涂瑞会给到我们两种方式去选择 一个呢是驾驶模式的调节 一个呢是车身高度的调节 两个调节互相独立 结合在一起又可以搭配出一些不一样的调教 比如说我可以在舒适模式下去调高它的悬挂 也可以在舒适模式下调到一个更低的状态 去营造一个更加低趴 更加好看的一个姿势 也可以在越野的情况下去调到最高 这个时候呢它会以一个很高很高的姿态 去迎接前面任何有可能拖底的状态 驾驶起来的这个信心也会更加的棒 另外我们在越野模式下 它也会自动的去激活这一个陡坡缓降的模式 去给我们更好更安全的驾驶信心 在一些打滑的路面 因为它是一个机械式的中叉 它可以很快速的去做到一些动力分配 去给到我们更强更强的脱困能力 即便三个轮胎都处于一个打滑的状态 它也可以轻松的脱困 这台车是无论从硬件方面和体验方面 都可以给到你在这种越野方面的硬实力 跟强悍的体验感受 那当然了在越野方面 像我们这台车所搭的是一个普利斯通的4G胎 那这点在纯越野方面是比较吃亏的 因为无论是这些碎石路段也好 吃滑路面土路泥路也好 它的抓地理相对来说 肯定是没有AT胎或者是雪地胎来得这么有信心 即便这一台车它的4G系统非常强大 确实是可以把越野的感觉 过路的感觉 可以把它变得更加无感 更加顺畅 但是如果你有雪地胎或者AD胎的情况下 在这些情况下 匹配上这台车本身的超强站立 那可以说是如履频率 那么以舒适模式 我们在正常的路面上开的时候 第一它的空气悬挂可以过滤一切的颠簸 这个舒适度是非常高的 整台车视野非常棒 因为它有做小窗的设计 或者是把这个后视镜移到了A柱往后的地方 去给我们营造更好的A柱视野 另外就是整台车的隔音表现是非常非常棒的 即便我刚才开到了120 它整个隔音降噪水准都非常棒 而且这台车有自动辅助驾驶 就是可以给到我们更好的长途巡航的一些舒适度 那还有一些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东西 它居然是一个两块式的遮阳板 可以给到我们更好的遮阳的效果 这些细节还是非常值得 我们去点赞 所以从整车的内饰上来看 大众系的沉稳的感觉依然都是在的 它在这种沉稳的感觉上加入了 对于旗舰对于豪华的解读 比如说它的屏幕 它是一个不规则的连屏的形式 它看上去特别大气的 并且中间的这个屏幕非常非常大 显示的精度包括操纵的逻辑都非常好 是大众系的那种 我们可以理解可以阅读可以很简单的上手的 另外在现在大家都使用大屏或者说触屏的一些情况下 大众好的一点就在于 它在它的旗舰车型上依然保留了明亮旋钮 多功能的方向盘上面 它的这些按键也是可以按下去操作的 对于我们盲操方面是会有一个不错的体感 我自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 这台车虽然没有方向盘加热 但是它的这个多功能方向盘的按键摸上去是暖暖的 这一点可能在天气冷的时候会有别有一番体感 还是蛮不错的 换到2.0T的版本 其实第一感觉就是跟3.0T的一样 它整体的调教风格都是比较慵懒的 就踩下去它的反应会偏慢 因为它会思考这么沉稳 这么成熟 这么低调的一个人 需不需要用到这么大的动力 所以演示一下给大家看 比如说现在在8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 然后321一脚下去 哦 终于来了 就是这个速度反应 其实这套2.0T的发动机 匹配上柴埃福8AT变速箱之后 在这台车的调教上还是偏活跃的 哪怕它是比较慵懒的 但是它的转速是经常保持在相对比较偏高的状态 比如说2000多转 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动力感受 因为这台车比较重 整体的效果就跟我刚才演示的一样 可能还是会偏慢 实际而言够的了 你想想看6.8秒的百公里加速已经非常快了 至少比我的V90还要快 其他感受上来说 其实2.0T跟3.0T的版本相差不会太远 唯一我个人觉得可能有一点比较大值得说的 就是2.0T的版本因为用了一个比较小的轮圈 所以它整体的滤震效果那种饱满的感觉 舒适的感觉会比3.0T的版本要来得更好一点 开涂瑞的人群从来都不是炫耀的体质 就跟这台车一样低调、沉稳、成熟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人 那它一定是你值得深交的朋友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它有多厉害